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功率也是不小的 我们看它的功率管还是很大的 这一端是220V输入 这有一个NTC的热米电阻 这是保险 当上电瞬间通过NTC热米电阻给负电源供电 当负电源正常工作时 给这个充电器供电 充电器吸核短路NTC热米电阻 开始向后级供电 这个负电源采用的电源管理芯片是OB2530AP 它和开关灭压器 反馈的二级管和纹压二级管等 配合输出一个12V 经这个电容滤波以后给风扇供电 给后边这个1117供电 给单片机供电 同时给驱动电路供电 很显然风扇供电以后 风扇会旋转 当单片机供电以后 单片机会输出驱动信号 加在这个位置有一个驱动的芯片 这个驱动芯片坏了 所以把它卸下来了 加在驱动芯片上 然后再加到四个驱动的三级管上 通过三级管推动这个变压器 这个推动变压器输出的信号 再经这个驱动的三级管 二级管等原件 整形以后 加到我们这个功率管的三级 功率管就工作在开关状态 在这里组成了一个半桥式输出电路 半桥式电路是上下管交替导通 当上管导通时 300伏经功率管的漏级 原级 变压器的初级 给这个电容的Z端充正电 Z端充负电 当下管导通时 这个正电压通过下管 D回到电容的负级 从而在开关变压器上产生胶变的电流 在磁心上产生胶变的磁场 感应给次级输出相应的电压 在这里 MCU除了要输出驱动信号以外 它还要检测输出的电压高低 当电压达到设定值时 使积电器断开 再通过三级管向后级导通 进行一个浮冲 当电压低于充满值时 积电器吸合向后级充电 通过CP103这个运放 检测这个电流取样电阻上的电流 送到MCU的ADC端子进行检测 从而控制整机电流的大小 另外单片机还控制这个指示灯来显示充电的状态 这个充电器是一个60伏的充电器 充满值应该是69伏左右 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